我想講關於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怎樣跟外國人交流 我這裡就會講關於英國、日本和東南亞 因為我比較熟悉這幾個地方 我就當英國是代表所有的英文國家 因為基本上所有英文國家都是差不多的 人與人溝通是需要一個共同的話題的 譬如如果你是讀香港的中學的話 你可能會講一下陳慧嫻的歌 劉德華的電影 或者近代來說可能你會講一下韓國的歌聲 有什麼新的遊戲 我們在英國讀書都有這些共同話題 在學校我們有講過Michael Jackson Madonna Star Wars Rocky Rambo Football Videogames 只要你講一些流行的話題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共同的話題 只不過如果你不是一個英文國家長大 你未必知道所有流行的事情 外國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們沒有一種戒心 他們也不會怕你去騙他們 如果你在香港跟一個陌生人說話 他們可能會認為 Are you trying to scam me? It's a lot easier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in a western country And it's normal to talk to strangers on a bus On a train In a bar Or in a hostel 我以下講的情況是英文國家的情況 If you're on a train You could start a conversation by asking someone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cago? If you're in a hostel You could say something like Hey, I like your T-shirt I was there earlier on today 大部分人會回答你的 如果他們是不喜歡跟你交流 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神看得出來 又或者你說到一半 他會上一個藉口 說他很忙 所以他要走 Generally speaking Westerners have more time to chat with you And no topic is taboo 譬如西方人很願意跟你分享他們家庭的情況 有些話題 在中國人社會可能會有點尷尬 他們有時都會跟你說 今天我的兒子和他的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兒子今天來探望我 在西方國家任何人都可以做朋友的 陌生人都可以做朋友的 我有一次走過英國的酒吧 有一班人叫我陪他們去喝酒 我錢都不需要給 Hey mate, come over for a drink But sometimes it may not be easy to understand British humor You have to be humorous to make friends in the UK Don't be too shy and don't be too serious 一般的香港人有六個話題的 賺錢、旅遊、工作、購物、食物、明星 但西方人的話題是比較廣的 他們可能會講關於哲學、體育、宗教、政治、甚至乎性 有幾多香港人會跟你說體育 香港人一般都喜歡賺錢 你說到性 至少你是不會跟陌生人說關於性問題 但是西方國家來說 今天跟你很快樂 並不代表明天我們是好朋友 還有英國的人未必會去應酬一個英文一般水平的人 他們會覺得是很浪費自己的時間 亞洲就不同 我開口講幾個日文 日本人都知道我是外國人 どこに行きますか? 無論如何你的日本人是 日本人都會感受到你的努力 它是同樣的在亞洲 過年,我曾經有很多日本朋友 我去住在他們家裡 他們來住在我家裡 我日文程度不是非常好 但是日本人很有耐心聽我說的 我覺得在一個英文國家裡面 他們未必願意聽一個英文水平一般的人說話 日本的女生亦是很有膽量的 很多次都有日本的女生來我家裡住的 其實他們覺得是普通朋友的關係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女生未必做得到 日本、泰國和越南的朋友 可以維持長久一些 他們不是今天快樂 然後完結這一種的 而且他們的頭腦是比中國人單純很多的 你只需要示範 你會有一個興趣 在他們的國家裡 和你在學習他們的語言 我最近在訪問 Vietnamese人網上 我告訴他們 我多次去Vietnam 我學習Vietnamese 他們只是興奮我 他們想知道 我去Vietnamese人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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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們沒有看過外人 所以他們想繼續這間友情 我認為這間友情 我認為這間友情的同樣 也一樣 如果你去大陸 你說你不懂得講中文 你只會懂得講英文 我相信大陸人都會很熱情對你 OK 所以你來自江西區 我從來沒有去過 對 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你認識日本人 泰國人和越南人的好處 就是他們的食物和娛樂 跟香港差不多 你也未必會喜歡西方國家的食物和娛樂 日本人喜歡旅行 所以如果你們談到他們的旅行 他們會不會跟你談到你 日本是一個島 其實在歷史裡 他們都是脫離外面世界的 其實就算去到今天來說 他們依然是很好奇外面世界的 泰國人和Vietnamese are less affluent 但那意思是他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 很多泰國人和Vietnamese 都沒有去加坡 即使漢堡堡是正在台灣和Vietnamese 如果你們可以告訴他們外面世界 在他們的語言 他們會願意聽到你 我認為是很容易 在亞洲的長期間建立結識 你可能不相信 但是越南和泰國 都有中文的食了飯沒有? 通常他們會用這句說話 來開始和你溝通 如果你去泰國 有兩句說話是比較有用的 第一句就是你吃了飯沒有? 見靠路人 第二句就是你去了哪裡? 拜泥馬 如果你去越南 有兩句說話是比較有用的 第一句就是你吃了飯沒有? 或者你去問別人 你現在做過甚麼? 白燈南士 你用這兩句說話 通常他們都會聽得出你是外國人 於是他可能都會好奇你 為何會說越南文 所以如果他有時間 他都會跟你聊天 日文是有你吃了飯沒有? 這句說話 但日本人是不會用這句說話 去和別人開始交流 其實是很不自然的 其實在日本 無論我說甚麼都好 日本人也聽得出我是外國人 他們就會很好奇為何有個外國人 會說日文 之後他們就會很容易去接受你 很多人認為我喜歡在東南亞住 是因為我想省錢 這只是其中一個理由 我想說其實在東南亞和日本 見立朋友是非常容易的 他們的思想是比中國人更單純的 很多香港人認為香港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 所以一定是比東南亞好的 但其實在東南亞 他們的人際關係的技巧 是比香港人好很多的 我希望這個影片提供您 有更加方便的支持 和外國人